医护人员会不会担心呢 来我们来聊天室 跟大家做一个互动好不好 我们说呢 现在呢欧盟很多国家 是暂停施打AZ疫苗 累计到了13个国家哦 暂停打即将 我们要开打的AZ疫苗 眼看台湾开打在即 现在呢 我们的政府是否一意孤行呢 好来互动聊天 台湾呢 你们觉得谁该先打 谁该先打 把你的名字打在聊天室里面 好不然画面当中三个人 让大家1加2加3好吧 苏貞昌该先打加1 好小英该先打加2 陈时中该先打加3 三个人都该先打 同时打加123 好现在学者怎么看呢 学者就炮轰啦 那打疫苗究竟是特权还是实验呢 那么其他国家啊 很多也是领导人带头来打疫苗啊 那请问我们的高层们在等什么呢 有网友更酸的回答 他说 萊猪都不愿意带头吃了 那么疫苗应该也不可能带头先打吧 这话说得很酸 但也蛮实在的 专家认为应该要暂缓 否则呢 施打意愿不高的话 你买来那么多疫苗 没有人打 可能会步上流感疫苗的后尘 就是冰在冰箱等着报废 AZ疫苗血栓以云尚未明朗 指挥中心却一意孤行 眼看最快周三开打在即 有学者重炮抨击 东华大学教授施政风在脸书抨文 责疑打疫苗究竟是特权还是实验 其他国家都是领导人带头卷袖子打疫苗 包括90几岁的英国女王 我们的高层究竟是在等什么 咨询媒体人罗友志也分享这则贴文 说打个疫苗三催四寝 你相信非但来时 他是身先士卒还是摇旗呐喊 网友回应 为什么不能等台湾疫苗上市后再打 不带头打国外的疫苗就是丢脸吗 当家的不带头 几十万医护敢跟进吗 AZ疫苗别人不要都送给台湾 陈世忠却不敢身先士卒 更有网友酸说 莱猪都不愿意带头吃了 疫苗当然不可能先打呀 医护人员先打 刚好天是这样 他不愿意要克权 但是感觉上是 他好像很怕自己 当作实验的白老鼠那个样子 连来猪的时候 我们真是总都讲说 他有三高不能吃 欧洲各国接种AZ疫苗后 血栓事件频传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 证实和接种疫苗相关 但目前全球已有13国暂停接种 来台首批的AZ疫苗 由韩国厂制造 或许可以先观察 同为亚洲人种的韩国施打情况 再来评估也不迟 不像像那个辉瑞疫苗 或莫达纳疫苗那么好 第二个它的副作用 不断地有人在爆出来 我在担心 可能这个AZ疫苗 会步上流感疫苗的后程 会病在冰箱里面 可能会到包围都有可能 专家认为应该缓一缓 待调查厘清再开打 否则以第一线医护 仅三四成意愿 民众只会更不想打 医护被迫上战场 真的就像陈时中说的 用在刀口上 据林希腺林佩杰 台北采访报道 为什么AZ疫苗 会不断地引发这些争议呢 这是从欧洲传出来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欧盟 到底打了疫苗之后 他们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呢 好这个状况就是 出现了血酸的个案 所以导致呢 欧洲多个国家 现在呢 喊咖AZ疫苗 暂缓施打 在亚洲 包括了泰国 AZ疫苗也是暂缓施打的 现在呢 荷兰的卫生部就宣布了 因为在丹麦 因为在挪威 相继传出可能的副作用之后 荷兰就从昨天开始 停用AZ疫苗 为期两个礼拜 到目前统计为止 全球已经有14个国家 暂停全部 或是特定批次的 AZ疫苗接种 那这样这样的情况下 为什么我们还坚持要打呢 AZ疫苗在欧洲 引发血酸风暴 比利时更传出 有一人接种AZ之后 当天半夜 发现右眼视力丧失 医师检查后 表示是血酸造成 几天之后 视力就会恢复 不过荷兰追随北欧各国脚步 卫生部宣布 14号起暂停使用AZ疫苗 为期两周 等待欧盟药品管理局的调查 欧洲除了荷兰之外 丹麦 挪威 冰岛 波罗的海三小国 卢森堡 保加利亚 爱尔兰等欧洲国家 已经宣布暂停 施打AZ疫苗 奥地利意大利 则是停用特定批次的AZ疫苗 欧洲以外的非洲刚果 暂停AZ疫苗接种作业 而泰国成为亚洲首批 暂缓施打AZ疫苗的国家 反观英国仍对自家疫苗 信心满满 眼见血栓风暴越演越烈 阿斯特杰利康14号发声明表示 欧盟和英国施打AZ疫苗的 一千七百多万人当中 在任何年龄层性别 或是特定国家 都没有证据显示 会增加肺栓塞 深部静脉栓塞 或血小板减少症的风险 但专家认为 民众已对AZ存疑 AZ疫苗获得欧盟在内 等多国紧急使用授权 不过目前尚未得到美国批准 阿斯特杰利康目前正准备 向美国主管机关申请 预计三月或四月上旬 就能获得授权 记者叶利伟综合报导 那现在呢 我们才取得第一批的 11.7万剂的AZ疫苗 就引发了这么大的风波 那其他疫苗到底什么时候来呢 来的会是什么样的品牌呢 未知数 台大医师黄立民就分析啊 他说因为台湾防疫初期 做得还不错 因此呢 错估了疫苗的重要性 出手太慢了 现在呢 你发现说大家都在抢买 还甚至可能买不到 已经为时已晚 很多疫苗被其他国家订走了 尤其是接下来哦 交生疫苗 已经慢慢的开始成为最夯疫苗了 因为他只要打一剂 而且呢 他只要冰在冰箱就可以 也不用靠冷链 所以呢 再加上了现在我们说 AZ的供货速度 合约都不成比例 六月份真的能够进入 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吗 可能还有待观察哦 疫苗全球开打如火如荼 但有学者直言原本五六月 讲好到货的疫苗 可能根本来不了 因为感觉上在疫苗的这个制程上 如果不是那么顺利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到今年下半年也不见得 立刻可以进入到所谓 买方市场 专家认为防疫开始 指挥中心忙着弄口罩 低估疫苗重要性 等到要购买疫苗时 大多已经被其他国家买走 再加上AZ疫苗出货速度 跟合约不成比例 下半年恐怕还是无法进入 卖方市场 大概一直都是卖方市场 因为能够跟着上病毒变异的 大概只有两三家厂商的 所以我们每疫苗要很积极了 现在就怕十一点七万剂的 AZ疫苗第一剂全打完 第二剂五六月也来不了 变得骑虎难下 目前看起来这个疫苗的这件事情 对我们来讲还是 算是蛮严峻的一个挑战 全世界来讲的话 每一个礼拜还是五千万剂以上的速度 不断的在施打 疫苗施打的这个速度上面 去调整就加速 可能才能够弥补 因为我们疫苗取得时间 稍晚的这样一个缺点 专家透露去年十月 放弃东洋的第一批辉瑞疫苗 让机会流失 等到帛琉新加坡都开始打了 台湾早已措施良机 国际间评传AZ疫苗供货不稳 国产疫苗收案也遇到困难 COVAX让配给我们的AZ 庄人想也说 还要拍出一些问题 当全球快速施打新冠疫苗 只有台湾还在原地踏步 一以为傲的防疫资优胜 恐怕这回踢到铁板 接着林文和之宇台北报道